英国警方逮捕了三名青少年 怀疑他们准备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这三名青少年取到土耳其 前往斯利亚途中被土耳其当局拦截 遣返英国后被捕 英国警方接获通报纸 两名居住在伦敦西北部的17岁青少年失踪 他们相信准备前往斯利亚 另外调查也发现一名19岁的男子同行 英国警方通报土耳其 土耳其当局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机场拘留三人 三人遣返伦敦后 以触犯策划恐怖活动罪行被当局逮捕 上个月三名英国少女 途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引起了高度关注 估计超过500名英国人 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 当局担心这些激进分子在反国后会展开恐怖袭击